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朗的天空 弟弟也去出去玩 弟弟上午出去玩了 但是下午没有出去 下午只有我们两个一起出去 对吗 妈 弟弟去哪儿了 弟弟啊 弟弟可能去了 我们把这边拆 这里怎么这么脏 今天我们要去的 等他呢 等他呢 我来问问他吧 好呀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 去 等卡斯塔 等卡斯塔 你对吧 所以我们去了这个地方 等卡斯塔 对 我们要去等卡斯塔 等卡斯塔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里 你好开心哦 对不对 杰克森 我们要去的这个房子的名字叫做 14号的Saxon Street 妈妈 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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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迷路啊 不会迷路的呀 我们顺着我们的 妈妈 你去电了吗 因为我们已经去过几次了呀 对吗 所以不会迷路的呀 很辛苦 妈妈在说的没错 又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周六 其实如果要是 妈妈 妈 妈 别撞到树 对 妈妈不会撞到树的 其实如果是传统的 春天 澳洲的春天 其实也是像国内一样的金酒银食 要不如是的话 得出发啦 楼市呢 通常都会非常难 好 等一下 然后呢 得开出去了 对呀 但是因为现在 我要迟到了 对 我们约的是12点钟 所以现在其实还可以 对 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 因为现在呢 我们不允许 Physical Inspection 现场看房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看房呢 都改成了 云看房 也就是说在桌子上面看房 因为他会有指甲的话 有头坏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安排了一个云看房 然后同时今天呢 我还有一个小跟班 就是我的小儿子 因为我的妈妈去玩去了 对 所以你跟着妈妈一起玩去了 你开心吗 就是这样的一个 而且你其实还是蛮喜欢等卡斯的那个广场的 对不对 儿子 对呀 那个广场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好玩的 对 都有什么呀 滑梯 有滑梯 还有呢 还有幼狗 还有幼狗 只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的车程非常的近 我马上就到了 对 我马上就到了 然后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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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一开 到了 澳洲这边的路况 其实跟中国比起来呢要好很多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顺着等Caster Road一直走 然后大概到shopping center附近 然后我们就可以挨弯 就会到这个房子了 好了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摄像头调整成往前拍摄啦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因为这个Map说我们坐在这里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 一直顺着这边开 其实已经开到了这个shopping center附近了 还有还有 还有这个Map说我们坐在这里 对 然后今天其实天气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从这边 我们可以玩去咯 真的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路过了一个著名的沟通区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路过了一个著名的沟通区 还有我们还有 还有 还有 我们可以走 还有红灯的 还有红灯 对 还有红灯 红绿灯的时候 我们要红灯 红灯 可以走 红灯可以 红灯要停下来 绿灯才走 知道吗 还有红灯 是我的 很突然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Dunkaster Shopping center在扩建 所以左边这边将来都会变成 所以它可以去开车队 左边这边都会变成购物中心 然后我们 隔壁这个映入眼帘的就是Dunkaster Primary School 然后我们会路过Dunkaster Primary School 去到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子 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子 这里好多哥哥在玩呀 马上就到呀 这里好多哥哥在玩呀 对呀 非常快就到呀 对不对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是一个独立门牌号的Town House 这种Town House 对的 对的 你说的没错 这种Town House在澳洲还是买常见的 有非常多类似于这样的房子 那么从门牌号上你可以看到 就像买了一个House一样 但其实呢 它是一个非常经济实惠的Town House 这条街是Roxwell Avenue 然后我们会再往前走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在Dunkaster后面这边街区都非常非常的安静 而且很干净 它的特点 还有大家都安静的排队 对 非常安静 非常整洁 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还有非常的可爱 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没错 然后我们往这边拐弯 对呀 对呀 但是的已经好了 是的 然后我们就走到这里了 我们就到这里了 暂时呢 先进到这个Dryway上面 到了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到达这个房子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房子 一个全新的Town House 一个全新的Town House 那我们去找一下我们的钥匙 准备看房 今天天气非常好啊 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三房的Town House 然后是独立门牌号的 它的门牌号就是 14号Saxon Street Dunkaster 然后旁边 大家看 路远处 那个白色的楼 就是Dunkaster Shopping Center 它这边可以看得很清楚 基本上可以看到Westfield的一个标了 被树枝挡住了一点点 但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边呢 就是它的一个Landscape 然后我们可以走进去看一下 走进来 走进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房子 好吗 其实我们看一下细节啊 因为会有一些 细节比较重要的 好漂亮啊 比如说它的Alarm System啊 好漂亮啊 看房的时候可能 就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一点 嗯 然后还有呢 它的这些锄电 这个呢 是像它这个房子呢 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 它是Stone Bench Top 然后包括 有烤箱吗 暂时没有 因为要等到客人入住了之后 才会有 然后还有像这个 这个烤箱啊 看一下它的品牌 这个是 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呢 它是Snack 然后我们可以还看到它的这些 护牛什么的 可以做饭 国外 对 可以做饭 这是厨房 因为像这个澳洲这边呢 差很多的这个 它应该就是 因为这个澳洲 还可以进去 我们进去吧 然后这个房间 是一个楼下的卧室 然后我们再走到这边 就会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卧室 这是第二个卧室 所有的卧室里面都是有这个嵌入式的衣帽间 然后还有它的空调 然后我们再走到这边 这里有一个卧室里面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浴室 浴室 对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浴室 要打一个浴室 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车库 那么它的车库这边呢 比较特别的就是 有一个 heating heating 那澳洲其实它这个 Ducting Vacuum System 其实非常 就是还蛮常见的 然后给大家揭秘一下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在这边呢 它有一个陷入式的头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之后 里面呢它是有一个接口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一个 吸尘器接上去 然后它就可以开始工作 吸尘了 然后它就可以开始工作 吸尘了 这个是一个video intercom 这个也是有一个空桥的 对 然后你走上去之后 就可以看到 然后从走上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好多东西 对啊 走上去之后呢 这些客人的窗室 然后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嵌入式的衣帽间 哇 好漂亮啊 这 进来之后就是一个主卧室 对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它的 套间里面的洗手间 好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living area 这里是一个阳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边呢 是可以看到粉卡色的烧冰箱下的 这个小可爱 好乖哦 好 那我们现在就出去了 我们把门关上 好开心啊你 哇哦 看完了 房子之后 小朋友一定要到这里来玩 所以我们又来到了公园 今天天气特别特别的好 天气特别特别的晴 我觉得澳洲真的是小朋友的乐园 可以有好多好多好多玩的地方 今天你看春风和煦 如果要是没有疫情的话 真的就是完美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都被限制住了 其实这边的很多经济都停止了 然后失业的人数也在上升 不过好在呢 就是天气特别好 然后还是可以经常出来活动 其实我觉得疫情对于小朋友来说 是最最不好的 真的是原本可以去上一些兴趣班啊 可以去跟小朋友做party啊 有很多的活动 然后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全都被限制住了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 他们的乐趣就没有之前那么多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我们小的时候 我是80后 我们小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活动 童年的记忆 都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的 但是现在就是这些全都被限制住了 所以就特别特别的遗憾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孩子们都非常快乐 是吧Jackson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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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吗 是吗 是吗 我需要去哪里 可以 好 我看 好 Yeah! 你還可以有更高嗎? 我可以 還有一個小朋友過來 又來了一個小朋友 對 嗨 希望喔 Atlantic 将杯 呼一下 你 install 將杯 ?, 珍珍嗎?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